在1924年的奴隶与师母亲 我们的估价是3亿5千到4亿5千港并 那这个估价也是目前拍卖史上最高估价的亚洲艺术 4月19日 香港嘉世德宣布将于5月24日春季拍卖会上 拍卖史上亚洲艺术品最高估价作品 徐悲鸿油画《奴隶与师》 据了解 该作品是中国绘画大师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宗师徐悲鸿先生的第一幅主题绘画作品 堪称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里程碑式作品 这幅作品是徐悲鸿在1924年创作的一幅大尺幅的油画作品 那本幅作品是徐悲鸿技术生涯中第一幅 以主题性创作绘画系列的开山之作 然后也是目前的私人收藏这个作品中尺幅最大的油画作品 那本幅作品其实是徐悲鸿将历史的这个故事带入 绘画的创作 其实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以古玉京 来激发当时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主精神的一个振兴的目的 据介绍 该幅作品尺寸达到123.3乘以152.8厘米 而徐悲鸿的主题绘画作品数量稀少 目前在市场上一共只出现过六幅 其中以这幅作品尺幅最大 在该作品中 徐悲鸿将西方历史题材赋予了更深刻的人文内涵 表现了狮子和奴隶不可思议的相处情景 奴隶与狮的这个故事呢 其实最开始是来源于罗马神话 以及一座预言的这种故事 原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一个奴隶救了一只受伤的狮子 并且这个狮子来报恩感恩的这样一个故事情节 但这幅画中呢 徐悲鸿重新赋予了更多的一个象征含义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只狮子 虽然受伤也可求帮助 但是它是微的 仍然是非常的威严和自尊的 那其实呢也象征了这个正义与友善 而旁边的这个奴隶 虽然它在面对这个猛兽的时候 它也有畏惧也有这个惊恐 但是它仍然紧握拳头背靠这样的山背 其实呢也被艺术家用这种方式来代表着一种博爱和无畏的精神 据悉2006年奴隶于诗曾拍出5388万港元 已创出当时中国油画的最高拍卖价 而目前中国油画的最高拍卖记录 是赵武基作品所创造的5.1亿港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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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